想当年,咱们的革命前辈们,为了维护祖国的每一寸领土,在祖国边界浴血奋战,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住一段段的国界线。 其实,很多和睦相处的国家看来,国界线完全是搞笑般的存在。 那么,我带大家一起来看看,那些有爱有意思的国界线吧。 特朗普要在美国、墨西哥边境修高墙,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入境。 其实在二十世纪初,美墨国界线附近,经常有夏图这样的闹剧发生。 图 美墨边境的抢人大战 再说说我们的邻居阿三 边界问题已经跟中国闹腾了几十年 现在还是死不悔改 看看下图中在边境界盘上写的汉字 简直是又气又笑 图 从字形和语法来看 99%是印度人写的 看看这一片山清水秀的地方 谁也不会想到 这里曾经发生了血腥的对越反击战 让我们一起 守卫这片美丽祥和的地方 图 让国界跟环境一样 安静祥和 克罗埃西亚和波黑的国界线 想想住在同一栋楼里 却是两国人 总感觉怪怪的 图 墙壁的颜色和淡痕 说明这两个国家的故事很深刻 最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国家了 偶尔还可以叫住三个国家的人一起斗个地主 图 三个角分别指向三个国家 给人感觉充满艺术感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